在大大的電視台辦 小小的錯 人言可畏 喘透透 有一天呢 我們就是賣一個珠寶 我永遠一輩子都會記得 到最後要說完的話的時候 才賣掉一顆 才剛進電梯喔 然後呢 裡面的人都說 你好慘 導播他其實是專程 從樓上下來跟我講說 你真的要慢一點 去進棚錄影嘛 連攝影師都說 那個誰昨天被罵了 他真的不受教 也不如努力一點 今天你得點 東森超市 聖子丹頻道 我就問你正常嗎